2024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初二,作为加拿大华人社区规模最盛大的春节庆祝活动,温哥华华部新春大游行贸雨举行。 来自华人社区及其他多个族裔社区的约百个团体参加本次新春大游行,规模创下历史新高。 这一大游行是由温哥华中华会馆、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温哥华华部商会、中桥互助会、云部鸿门机构、加拿大铁城崇义总会六大华人社团联合主办。 加拿大BC省省长尹大卫等加三级政府代表、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杨书及多国驻温领团代表、桥社及社会各界人士等参加新春游行。 由温哥华唐人街迁徙门起步,延华部主干道展开全长1.3公里的游行。 卑诗省省都奥斯汀日前特别颁令,将2月10日至3月10日定为卑诗省农历新年及春节庆祝月,并将2月11日定为卑诗省温哥华华部春节庆会,50周年纪念日以表彰华部春节庆会对卑诗省多元文化社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华部新春大游行始于1974年,已有整整50年历史,被列为温哥华市政府认定的市政游行之一,也是加拿大规模最盛大的春节庆祝活动。 我们这个华联会代表队在这个雨天积极参加这个游软活动今年的啊,我们感到心情非常的高兴,同时祝全球全加拿大华人新年快乐,万事如意,龙年龙马精神,龙大火线,恭喜发财,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from the Vancouver Academy A Dance 中文字幕 李宗盛 Foundation and we're here to welcome everyone in the Chinatown community a happy new year and welcoming the year of the dragon. These dancers are from the Vancouver Academy of Dance and they are wearing a Han costume and they are doing a fan dance. And you are wishing you to join the country in the Chinatown community. So these guys are the best of the ranks. When you're in the Chinatown community, you can get out of the world. 来吧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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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希望你一個很豐富的年紀 謝謝大家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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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